采书炒鳄鱼肉的做法 家常菜中的小炒是很容易掌握的 炒菜要在5分钟内搞定 我通常都是用中火 材料要切小颗才易熟 还有一点就是调味就要很到位 调料要少放 起锅食材尝一下 不够味的话下点盐或酱油补救 炒菜 5分钟肯定没问题 此菜中的鳄鱼肉可换成任何一种肉类 双引号 鳄鱼肉适量 红萝卜适量 甜玉米适量 毛豆适量 淮盐花生适量 蒜适量 盐适量 鸡粉适量 胡椒粉适量 蚝油适量 糖适量 一个材料 鳄鱼肉切成小颗 二鳄鱼肉下小取的蚝油 鸡粉 盐 糖腌5分钟 三热锅 下油爆蒜末 四下鳄鱼肉中火炒1分钟 剩起 五元锅下点油 把彩书类倒下锅里 下调味料 炒1分钟左右 六再次倒进鳄鱼肉 七所有材料炒透 中火炒3分钟 关火 八上别 五颗 八上别 八上 että 八上 六 八上